再过两天是母亲节 这一天是属于天下妈妈的节日 来看看这位台中式的模范母亲 廖信之的故事 廖信之她平常在市场卖水果 不过她还有一个身份 是慈济志工 她把自己的摊位当作方便道场 人间菩萨大招生 而回到家里 则是用感恩尊重爱来对待家人 用菩萨心教育子女 这份伟大的母爱 除了让一家人的心靠得更近 在行善的路上 大家也互相扶持 以爱 以善 为宝 从市场手中接过奖牌 融合模范母亲的廖信之 在获奖这一天 特别穿上慈济八正道上台领奖 从今以来 感觉慈济团体 很温暖 感恩慈济丰富生活 廖信之的得奖也象征全家人的荣耀 因为家里头还有其他六个慈济人 他们都是被廖信之度来做慈济 虽然大家分散各地 但做好事的心却让他们聚在一块 我妈妈都会跟我说要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善 现在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事 就如果用欢喜心去做的时候 不会觉得苦啊 用欢喜心做每一件事 廖信之在市场摆摊卖水果已经二十几年了 自从十几年前接触慈济以后 就把摊位当作方便道场 人间菩萨大招生 妈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只要是有慈善活动 她都很热力的去参加 在我出社会后 她就参加了慈济这个团体 那只要工人在市场遇到的时候 她都会一直介绍慈济这个团体 给大家知道 口说慈济 熟也要做慈济 就算市场生意再怎么忙 廖信之也一定抽空到环保站做资源分类 疼惜地球的心 就如同她用菩萨的心教育子女 这份伟大的母爱 让一家人的心靠得更近 大海新闻 郑上美志工 叶文凯 台中报导